孔明祭拜完刘备继续兴师北伐 在此次北伐中 孔明制造了一种神奇的韵粮机械 使得本来铁定了新死守不战的司马懿 对这个韵粮机械兴趣大发 却不料又因其而中了孔明的计策 失掉了军粮 那么这是一个怎样的机械呢 在他身上到底暗藏了怎样的玄机 孔明又是如何用其设计 不但夺取了军粮 而且大败卫军的难 台湾师范大学曾世强教授 为我们平三国论智慧 请继续关注第75集 牧牛刘马记 孔明拜祭刘备 泪流满面 我相信孔明这个时候 他的心里很有数 他知道北伐会不会成功 就在这一次 这次如果成功了 那当然皆大欢喜 万一不成的话 恐怕没有下一次了 所以他很慎重地去拜祭刘备 表示说我跟刘备虽然没有桃源三界义 但是我们的情义 那是远远超过的 虽然刘备死的时候 并没有很慎重地交代 孔明一定要怎么样 但是孔明自己 他很愿意把当初的诺年 尽其可能地使他完成 所以孔明这次去拜祭刘备 就好像两个人又在三顾茅庐的时候 那种热忱 那现在想到两个人已经在不同的世界 而且刘备走是走了 可是他的遗愿还是没有完成 而孔明自己呢 一天比一天老 体力的衰退不要紧 人才的凋零 才使得他感觉到很无奈 所以他会泪流满面 完全是从心里头发出来的 一种很深厚的感情 孔明祭拜完刘备 开始安排北伐事宜 而就在此时 传染了关羽之子关心并故的消息 丞相 龙湘将军关心并故 温将军临终一言 不能再追随丞相 尽忠杀敌 死而含恨 可怜 忠义之人 天不与寿 孔明为什么说可怜忠义之人 天不与寿 我们从历史上可以看出来 忠义的人多半活不长久 我觉得这个不是老天不公平 而是老天要考验这些忠义的人 你们懂不懂得爱护自己的生命 否则的话 你只有忠义的精神 但是没有实践忠义的体力 最后一定是没有什么大成就的 我们要知道忠义它是一种精神 可是它必须要透过实际的行动 才能够完成自己的使命 因此我们在这里也是奉献各位 你如果是忠义之士 你一定要想办法使自己的身体 能够比较长期的维持下去 所以我们中国人的哲学叫做明哲保身 保身就是要把身体保存住 明哲就是要了解你自己的任务是什么 知道任务的人没有身体来实践 那也是一种遗憾 所以很多人在批评中国的哲学太保守 太自私 其实不见得是这样 你看现在关心 年纪轻轻 他就死了 你说孔明 他是不是从心里头感觉到 老天你为什么不让他多活几年 我相信这也是他由衷的一种表现 各位我们一路看过来 你看多少的英雄人物 经不起时代的淘汰 一批一批的不见了 折损得非常之快速 孔明当然也知道 只是第一个 他没有能力说我们不要战争 第二个他没有能力说 我的这些将材都不能死 第三个他也没有能力说 那让别人的阵营里面的将材 统统快速的死掉 他都没有办法 因为这些都不是人在做主的 所以他想到了 但是他真的很无奈 孔明自己有病 为什么坚持要罚胃 让胃烟尖尾去打不就是了吗 我想这是很多人批评孔明的一点 说你放不开啊 你想不通啊 你很多事情一定要砍在自己肩膀上啊 你势必公亲啊 然后把这些都当作是孔明的缺点 我们不认为这样 孔明他知道他这辈子 老实讲 能不能完成北伐啊 是谁都不知道 但是他有很好的一个想法 就是不管结果怎么样 我都可以接受 我所重视的只是我自己的一番心愿 所以他给我们留下来最好的典范 就是一句话 叫做明智不可为而为之 他也不是傻瓜 他也知道说 这个没有那么容易的 你看 无国不可靠 为国一天到晚就想来打 你根本就安定不下来 所以其实他这几次的北伐 是以公为守 他不是真的笨到说一直要公 怎么公呢 可是你不公你就守不住 因为他会进来 等到他越过了那个边界 来到了我们本土的话 那我们更是麻烦的 所以以其要战争 宁可在境外战争 不要在境内战争 他是非常爱护四川的老百姓 他自己辛苦 他可以我不去 然后司马医引军过来 就在四川打 你能守多少 那四川的人很可怜 所以他明知道 不可为 他还是坚决要做 这是他留给我们 最宝贵的一种了不起的精神 孔明再次出师北伐 在此次北伐之初 蜀军出动水陆两路兵马 攻打卫军 然而司马懿与孔明 已经有过多次的寄来寄往 司马懿已经熟悉了 孔明以往的用兵之道 结果蜀军两路兵马的出动目的 都被司马懿识破了 如果说 孔明是好老师 那司马医就是好学生 这个学生对老师所传授的 不但了解 不但领悟 而且充分地 能够运用 这样我们才知道 为什么老师精彩 败在学生的手上 就是学生他比你年轻 他又懂得 你的这些东西 再加上他自己的创意 那你负义书不可 所以要收好学生 一定要记住 是不是自同道合的 用今天的话来讲 是不是跟我们同路的 如果不同路 那你一定倒霉了 你干脆不要收好了 你看现在他们两个明明是敌对的 可是你又不得不传授给他 孔明不是心甘情愿地传授给他 而是你每次一动作 他就把你当作一个课本来研究 来破解 所以现在司马懿对孔明是了如指掌 你怎么来 我怎么去 你这次会用哪样的战法 我就怎么样去跟你对付 那孔明真是拿他没有办法 由于孔明的计策被司马懿识破 此次北伐首战失利 将生们私利逃生 围断了蜀军大营 通常战败的人 回来一定要跪下来 因为很可能被斩首 战争不战者已 一战就是要胜利 该胜而不胜 那就是降临的一个过错 假定说孔明这次的计谋 没有被司马懿识破 那孔明是有把握 会打胜仗的 如果在那种情况之下 你居然打败了 那孔明也是会骂人的 因为这是必然要走的路 你不能说 好 你们出去打 尽力就好 打赢当然很好 打败有所谓 那不可能是这样 我只失算 会对众位将士 你完全不能怪这些将民 所以这一次 他一改以前的作风 你等辛苦 快快起身 毁赢歇息吧 就是有道歉的意思 我们常常觉得基层的人 你道歉你要明白地说出来 我对不起人家 我做错了什么事情 但是像孔明这样的层级的人 他能够说 大家辛苦了 快快去歇息吧 就已经是充分道歉 我相信大家也能够谅解 因为你从他的深情上 从他的措辞上面 你都可以知道 他深深感觉到对不起大家 魏焉在旁边 又是一脸不服气的表情 合适吗 这种表情是绝对不合适的 魏焉有好几条路可走 第一条就是你真正的 拿出一套办法来 你再三的去跟孔明 我还可以用四个字 叫做距离力争 可以 但是这条路 他是走不通的 因为长期以来 他已经跟孔明 有很严重的心结 这个心结 不是说孔明应该宽宏大量 应该量解 应该包容 当方面所能解决的 像这种状况 魏焉自己要负很大的责任 他要想办法 用实际的行动去化解 但是他都没有 你看他一次又一次的 表示他不服 表示他抱怨 表示他受委屈 可见这个心结只有越来 拉得越紧 而不是松动 他第二条路 就是想出一套好的办法 然后透过别人 你成功不必在我 将来有一天把事情做完了 人家还是会把功劳还给你的 你不必急 你透过别人 别人去讲 诸葛亮比较容易听得进去 一个人的意见 要被人家接受 这才是成熟的意见 这才是有效的意见 只要人家听不进去 你这个意见就等于零 但是他也没有这样想 他完全用消极的抵抗 而缺乏积极的建议 这是欲言最大的败笔 此次蜀卫交锋 蜀军首战失利 然而司马懿却没有因此而乘胜追击 反而命卫军高挂免战牌 死守不出 司马懿又高挂免战牌 因为司马懿的招数就是说 你远道而来 只要我跟你拖长的时间 你第一个凉不足了 第二个兵士就疲惫了 第三个你斗志就松懈了 那最后我就赢了 我以医代劳 我何必跟你苦苦的去拼斗呢 但是 火明他不可以这样想 因为你要从后方运粮过来 那是很辛苦的事情 可是 司马懿几次都用这种战法 所以使得孔明知道说 我要另外想办法 所以他就研究了各种运输工具 然后设计出一种以前所没有的 叫做木牛牛马 就是用木头 然后做成像牛一样的 而里面可以钻粮 他自己又可以行走 而且非常方便 又不会累 又不必吃粮食 那不然可以省人力 这样的话 我就可以持久的跟你作战 孔明做木牛牛马的目的 是准备持久战争 如果他这样一来 司马一兴防就破了 他就知道我要跟你持久战 是不可能的 那他就会改变他的策略 这样对孔明是非常有利的 夫妻 蜀军不知从何处弄来一些神物 搬运金粮 那牛马不饮不食 翻山越岭 如履平地 司马一从来没有听过木牛牛马 所以他连这四个字 都讲得不清不楚 这木牛牛马 夫妻 木牛牛马 我坚守不出 为时蜀军粮草不济 左带齐毙 如今用此物搬运军粮 必为长远之计 孔明你用这一招 那我轻而易举 把你强几个过来 我照样仿冒 又没有什么专利权 我就来用就好了吗 所以他心生一计 马上指挥他的手下 张虎约琛 在 你二人各领五百兵 从斜谷小路超出 待蜀军粮队过后 袭击其尾部 不求夺粮 只要能抢来三五头 木牛牛马 便是大公仪 是 只要抢两三个回来 我们赶快叫我们的木匠 一样化俘虏 照样仿作 我们也用这个 看大家能够持久多长 这个消息啊 当然就很快就 报告孔明 我不曾提防 被魏军抢去 树匹木牛牛牛马 请丞相 称出 孔明会不会很慌张 一般人会慌张啊 我好不容易做这东西 你只要把他抢去反望 来得了 但是孔明 因为他心里想 我就是要你仿冒的 你仿冒以后 你才知道你上当 各位 我们一路走过来 都看到孔明所用的 都是这种招数 就是说我走一条路来 把你引上道来 我就料到 你下一步会怎么走 这样的话 你就上当 我就成功 孔明想事情 他不是想片面的 他是想全面的 他不是想眼前的 他是想长远的 他当初要用这个 木牛牛马的时候 他就已经想到 司马懿一定会派人来抢 所以他就一先设计了一个机关 这个机关是在舌头这边 只要把他一板动 他就整个的就动不了了 如果没有板动的话 那他就正常的行走 他知道 就算司马懿仿冒他 他不可能一下子把这个机关搞得那么清楚 所以他就想利用 司马懿仿造之后 还没有摸清楚这个机关的时候 来跟司马懿玩这么一个游戏 那他是我赢的 果然不出所料 司马懿就按照他的思路在走 司马懿抢到木牛牛牛马后大量仿造 并用意押送魏军军粮 蜀军得到魏军压粮的消息后 前来结粮 并趁机搬动木牛牛牛马口中的机关 使之不能前进 在击败前来接应的魏军后 又将机关搬回 将粮食运往蜀军迎战 魏将郭怀失掉了军粮 并远远看到木牛牛牛马又重新走动 不禁说道 人在已知跟未知之间 我们有两种不同的表现 对已知的就是内行的 我们知道那是机关所产生的 你就要把机关绑回来 它又开始可以走了 这就不会一生一归的 可是他不清楚 他认为在我手上 他是可以走的 因为我用它来运粮 我用它来运粮以后 蜀军来抢粮 来抢粮的时候 怎么一下子都走不动 我想搞也搞不动 我想赶也赶不动 他就开始说 哪有鬼 所以我们现在必须要了解 世界上到底有没有鬼 我们倒情愿 从一个故事来看 你看那个小孩子出生到长大 他从来不会怕鬼 你没有看到出生的小孩 就开始叫我怕鬼 没有 都是等到他长得差不多了 他懂了一点事情的时候 都是大人教他 说这个鬼 这个很可怕 他就开始怕鬼 所以心中有鬼的人 他就很怕鬼 心中没有鬼的人 他就不会怕鬼 我们只是奉献大家 要了解 世界上都是人 在装神弄鬼 不要自己 一神一鬼 比较好 司马懿为了夺回军粮及 牧牛流氓 与蜀军交战 结果遭到惨败 司马懿慌忙逃命 半途金蝉脱鞘 用甩掉的头盔 骗过追兵 才得以逃脱 司马懿回到迎寨后 不再敢轻易出战 于是继续死守不住 从冥命魏严前去骂阵 魏将军 明日你手持司马懿头盔 往魏军债前骂阵 勿要使其出战 众我埋伏 魏严不愿意 因为魏严他几次被派去叫骂 他是一头火 因为现在不管怎么样 他在赎军里面 他是数一数二的大将 论武功 真的还找不出谁能够赢他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 魏明始终没有杀他的原因 你杀了他 那你没有大将了 魏严虽然说你看不出言 可是你还得用他 所以有时候 我们并不可能说 这个人搞不好就把他犯掉 这个人搞不好就把他干掉 没有那么简单的 你没有几个人 那你怎么办 所以每次派他去 挣钱叫骂 他回来都抱怨 没有用嘛 所以这次他有没有原因 场下 我身为大将军 力量冲锋陷阵 这债贤叫骂 乃汉扑扑腹之能事 我不屑为之 可明跟他讲这次不一样 司马懿若将其嘟嘟头盔被我玩弄 定不堪其辱而出战 你为言打将 何愁不能冲锋陷阵 司马懿打仗打输了 搞得头盔都摆在地上 经常脱扣跑掉 这个头盔对一个人来讲 那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你现在把他头盔 拿在手上 玩来玩去 摆在地上 踢来踢去 没有人不会动怒的 所以这次你如果派小将去 真的司马懿一生气 挥军而出 那就更好死掉了 所以这次口名料定 司马懿会出战 所以你一定要去 那卫妍一听 你还是很看重我的 所以他就去了 俗军把司马懿的头盔 拿在手上 玩来玩去 摆在地上 踢来踢去 三军统帅 竟然丢失金盔 习不一笑于人 父亲 小不仁则乱大谋 不要理财 司马懿 快拆人来去金盔 司马懿为什么不动呢 我觉得任何人在这方面 都是赶不上司马懿的 他的忍耐功夫 真是非常令人佩服 我们觉得一个人能够像司马一将 忍耐再忍耐 实在是很不容易的 会淹 所以你想我把你的头盔 烂在棍子上晃动 你就会忍不住 你还忍住 我就把它弄在地上 让士兵踢来踢去 你看 司马懿那边的几个大将都受不了了 怎么可以这样受侮辱的 都要出战 司马懿还是说 没有关系 那他自己好 各位 他去不去 他不去才怪的 但是他能够忍得住 这是他独门的功夫 司马懿这一套 我不如 又急不入的功夫 值不值得学习 答案是看每一个人自己的选择 一个人 如果说 想成大事业 你非学不可 因为 你做小事情 人家不会用这么重的事情来激怒你 不会 人家是用不着那么费心思 现在你的事业要做大了 你就会招责到很多人的嫉妒 很多人的眼缝 他们非想把你干掉不可 所以就会用非常极端 非常让你忍受不了的来刺激你 所以这个时候 你就要无比的忍耐 我们把这本功夫 给他一个名称 叫做忍入功 一个人什么功都好练 忍入功是很难练的 我看到很多人很有成就的 最后功败垂成 就是忍不住 一时之气 那你就完了 不是被弃食 就是被打垮 要不然就是自己把自己废掉了 这无论怎么讲 都是花不来的 为焉空骂一阵很不高兴 若是空骂一场 丞相不听我言 真的 因为他有一个障碍 就说苹果这样的身份 可以做这种事吗 我觉得这是不必要的 一个人把事情做好就是大事 而不是说做什么事情才叫大事 这是威延一生没有体会到的 你把史玛一的头盔 踢来踢去 这就是大事 如果连这件事情都不能打动 都不能激怒 史玛一的话 那我看 目前是没有办法的 魏焉应该这样想 他就知道 他是完成了一件大事 偏偏那不是 他认为你看 你出的收主意 就没有用 所以可见他心里头先对孔明有芥蒂 才会显得孔明处处跟他过不去 魏焉骂阵失败后 孔明不得不想其他的办法来对付司马懿 然而在高度的压力和过度的操劳下 孔明的身体每况愈下 我相信中国人是很聪明的 大家心知肚明 都知道孔明的身体 一天一天衰弱 长此一晚 这个俗军想要打败 卫军是很难的 所以大家心里头有点恐慌 而且有点悲伤 认为说孔明一旦出了事情 我们怎么办 老实讲 军队开出去还算是比较容易的 军队要退回来 那是高度困难的 因为司马懿他不跟你找 可是你一退他就来追 因为追兵那是很凶猛的 所以大家就在想 能不能安全地回到故乡 那是谁都没有把握的 当然我不认为说 大家只是自私自利地替自己带打算 但是人之常情 一定会想到这些 大的方面 是感觉到万一 所以孔明真的出了事 对整个俗国是很不利的 小的方面 一定会想到个人 也是高度危险 所以止不住要哭出来 孔明给自己的压力太大 是不是恍而不好 各位 我们站在孔明的立场 你有第二条路可走吗 有吗 所以他就算很清楚不要给自己压力这么大 他也知道时间已经不多了 再拖下去 他也没有一个交代 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觉得 你看阿斗没有给他压力 阿斗反而劝他不要啦 你就在这里安安稳稳守住就好了嘛 现在已经三分天下了 你急什么呢 下面的人更没有人给他压力 谁给他压力 他的压力来自哪里 来自他对刘备的承诺 就这么一点而已 当然他也很想说 能够让全国 当然全国是包括三国在内的 因为他本来就是一个国家了 能够早日回复一个太平日子 不要再这样打来打去 可是他的作为没有别的选择